高雄赖群主最近崩传路口有越线雷射 一超线就会开罚 周通大对澄清说明 其实早在104年 原本埋设线圈的照相取地都改成这种雷射感应装置 这样可以减少道路挖掘损坏市容 而今年1到4月就已经开出近万张的罚单 不过比较去年同期有下降的趋势 汽车 机车 营量量快速行进 10次路口 红灯营量可得格外扫兴 别越线 有收到 那现在会特别注意吗 没有 我本来就蛮扫过去的 不少高雄人赖群主最近崩传路口有越线雷射 一超越线就会开罚900元 交通大对澄清 雷射越线是取代传统感应线圈 取地标准和先前并无差别 即使雷射这个取代传统灯跟原本的线迁式的传统灯 测照设备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取代的标准并没有差异 只是说我们为了不要挖马路 破坏这个道路景观 还有这个道路的品质 所以说我们就逐渐的从104年 改这个雷射式的测照设备 违规取地改雷射感应 高雄市早在104年就陆续更换 除了跟上科技也还给行人安全用路空间 目前全高雄市有75出路口装设雷射感应 统计今年1到4月违规戒数 比去年同期有下降趋势 我们统计今年1到4月 就是月线的部分有6800多件 那比去年同期是减少的 而根据统计取地第一名 是购物中心前的左营新庄子路和博外路口 前两名都在北高雄 第三名在岗山 交通大队提醒驾驶人 机车月线一次罚900 窗红灯1800 红灯转弯 未打方向灯罚600 千万别先存侥幸 跟荷包过不去 记者李嘉隆罗绍军 高红报道